超级稀有资源鉴定 老王表示没见过 雪无对着他喊愤怒 哎哎 哇靠 刺激啊兄弟们啊 雪无你是不是就对着这个装备喊的出愤怒啊 也不怪你 谁能看出来这是腰带还是啥呀 我再去买点飞行服啊 为大家提供一个梦幻这么多年非常罕见的资源 鉴定三十级的头 我怀疑他是扫啥得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人造的 不管是啥得的 他鉴定有点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鉴定都得花钱买领保 他鉴定直接找NPC就行 好 嗯你是人造呀 你还没打呢 啊已经打好了 等一下我看看怎么鉴定 开始咯 已经很久没有碰过这个NPC了 三件三件鉴定 真的屌 出现珍宝 直接卖给装备回收商 来 珍宝 无级别 秦新三迭 我在想是头的问题还是鉴定的人的问题 我你你这么想 你找别人鉴定 是把装备丢给他 他再丢给你 对吧 直接是给予的关系 但是你自己鉴定是零保在自己身上 没有被替换的可能性 相当于你花一个全新的价格买了一台二手的电脑 来连续 哎有放下有放下 看来鉴定的人没有问题啊 出了一个特技头了啊 不错不错不错 哎这个资源还挺好玩的 我没见过 你就把这个30级的想象成150的 雪屋 你是不是就对着这个装备喊得出愤怒啊 也不怪你 谁能看出来这是腰带还是啥呀 这么丢会出专用吗 肯定不会出专用嘛 一定不会出专用 好 这波鉴定的成本要提升了 因为有40级的 为什么三个是这个价格 两个也是这个价格 哎 两人三人同行 一人免单 你看鉴定三个也是2000啊 30级的 这是bug 得修复 好 又出选择的余地了 通过别人丢给别人 鉴定出来的东西 出了特技 还是会出什么用啊 笑里藏刀 一修礼 一修礼 哎 哎 哇靠 刺激啊 兄弟们啊 好玩了 出了七言三截 有人当 哎呦我去 精致加在身 能打四段的头 四段的三十级头啊 而且每回合还能回血 我靠 我靠 鉴定三十几装备 也是会分泌多巴胺的啊 肾胜腺素的啊 就是你值得不值钱 但是出特技就是感觉爽啊 毛毛虫 还是你会玩 新区不是新出了一个比我等级 叫萌新组吗 你那么大还管人产出度 我小时候他就三十多了 我现在三十多了 他不一直比我大吗 又不是我加岁数 他不加岁数 你咋觉得数学 有不磨损 刚才七言三叠 精致加在身有东西啊 一修礼 这里应该还有个未鉴定 对 好了 复门马上死啊 永不磨损 加一 简易 他没有精致 哎 真的哎 鉴定三个 他一般只收前两个的价格 我发现 好了 下次咱们再接着来吧 啊 这次出了七言三叠 希望下次能出个双蓝啊 什么带精致之类的 两个也是三千四 好了 毛毛虫出七言三叠了 呃 在这波奸定其实也还行啊 好